主席人 主席穿 专业的七天 给你拨感情 不驚拖 不驚拖 咱来合唱是命的拖 咱来合唱是命的拖 帮他拍出他们生命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有高手上 点一下 点一下才会知道说这个路在真的走 采访的时候 通常忘记 阿伯其实是兄弟 对中介绍 要永远承担 作为四甲牙丝不走 但是越做越危险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更前台湾是命的 我是大千 我是美兰 刚才看到连年黄师兄的这个身影 那句话真的是相当有名 作为四甲牙丝不走 其实我们刚才看到影片当中的这些人文真善美 其实他们都因为因病不幸往生了 但是他们的精神一直跟着我们在做事的时候 常常给我们一些提醒 那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透过一些影片 来缅怀这些人文真善美的四甲师姐 的确 这些四甲师姐呢 他们透过记录为四季流史 但是同时也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采访报导过程里面 也为他们的生命留下最精彩的这样的一个片段 那在今天我们就透过缅怀这些已故的人文真善美 那么也来看看我们这些人间的菩萨 他们留下哪些重要的足迹 风大雨大的台风天 影视志工林莲黄用摄影机 介入灾区救灾工作的点滴故事 我刚出院五天刚好相声台风 相声台风我就出去出去去绕一圈 看到都是很惨很惨 因为那一次要刚好是空难 我们的影视组全部都出去了 叫没人 叫没人我就回来拿拿机器上去 我就是说我们慈祭在外面 有出动这么多的人力在外面 在做安抚的工作 我就是应该要把它录下来 用摄影机记录在慈祭看到的感动 林莲黄师兄的生命也在风雨中掀开心夜 虽然罹患癌症 但是他并不悲观 因为加入慈祭之后 让他对死亡有了新的见解 很幸运的我们认识慈祭 在慈祭里面很多那种真实的故事 我们都看过了 所以说碰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如果说你去用智慧去想一下 应该一样是要死 真的你用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你可能也不怕死 甚至你也不会让时间那么快 做一天转一天的想法 让他更积极的生活 而手中的摄影机 是让他尽情挥洒生命良能的最佳装备 因为我们有电脑剪接 所以你那家改装一下 不然你如果平面这样子 原代广播 我们给他上个字幕 让他跑一下 或者音乐给他带一下 气氛也很好 他们自工他们在看他自己 有那种在画面里面 他会很高兴 他会 譬如说我承问朋友 也会说你看你看 我也在里面这样做 自从用影像能够度人 每一段时间都是这样 用影像去度化别人 为了用影像传递人间美善 林连煌积极学习摄影技巧之外 更精益求精地学习电脑剪接 从不会用电脑 不认识英文字 到现在可以自己剪接配乐 现在的他 已经可以独立完成 感动人心的影片 好重心啊 我是张远航 大家好 你们做的事情很广业 你们在这 参加一个告别式的 照亮的 防暴的 像我们就是 像我 我是露营的 我们是 我们是资深露营 自己做 自己拍 还要自己去设定 我们也有设定巨诊 因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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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皮 哦 脚本 脚本 一边忙碌做环保 一会儿又扛起摄影机拍摄 在他身上 看不到罹患癌症的悲观与变恨 而是更积极地做志工 因为经历病苦之后 他要把握生命中的每一天 从89年发现罹患直肠癌 医师宣告 只剩三个月的生命 李莲黄师兄 做志工 走过疾病的威胁 继续散发生命的光与热 看到李莲黄师兄 很多的画面就浮现起来 我还记得他在2006年那时 那年就不幸这个网生 因病 但是 同样是那一年 其实他还出现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 那他出现在里面 他还扛着他的那一台非常大的机器 那一看就是差不多10公斤了 扛着进来 你就是看到他非常的豪漫 那我们以为师兄他好像条件不错 经济条件什么都很好 其实不是 师兄他就是一个很市井小民 他的工作就是卡车的司机 但是他在做环渤 用他的卡车给他转 然后医生宣布说他只有三个月 但是其实我们前前后后算起来 有六年内 六年的时间 所以这样算起来 他生命的这个长度整个 在医学的定义上面 等于是延长了20倍 那我们真的是 对于这样的一个师兄的精神 感到非常非常的佩服 做好一戏看一眼西伯做好 然后路走路尾系 那也的确他后来一爱人间 不只是捐出了他眼角膜 甚至了他的大体也捐出来做 这个病理解剖 所以真的他的这个爱 一直持续在我们的身边 那当然这样的一个人品典范 在上人的开始里面 也为我们做了最好的一个注解 人间多苦难啦 这个圆的运动场 希望他赶快呢 再回来解放啊 真的 罗长 你怎么来老婆给师傅知道 要再吃个真善美啊 真的喔 真的喔 加油加油加油 看他的一生虽然啊 是短暂的 他才五十多岁嘛 他投入慈祭也将近十年 而且呢 而且呢 这五六年之前 他投入慈祭也将近十年 五六年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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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真善美啊 他这边真善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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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啦 还是在慈祭中门里面啦 而且还是大神奉献啊 他的最后的身体 这个躯体 有用的 已经发挥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了 那已经没有用的 今天要做病理节目啊 好吧 人间的菩萨运动场 总是呢 要加油 专人叮咛 这个就是人间菩萨的运动场 真的它就是一个圆形的 那所以我们其实 没有所谓的这个太晚 只有爬不起步 那所以只要起步之后 其实就进入这个 人间菩萨的运动场里面 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其实无非就是慈悲济世 救人救世 那能够帮助别人能够付出 其实就是有福气 那我们看到 林列皇师兄 可以看到他这十年来 他在做用影像来做记录的时候 其实他留下一个美善的足迹 刚才那个小孩子叫念痕 那念痕其实也是一个 很多疾病产生的 这样的一个孩子 那两个都有病魔产生的 这个一老一少 他们却发展出一段 超越这个友谊的这种信任 那所以当生命用这个影像 在记录另一个生命的时候 那个让我们看到的就是 其实生命真的 它有无穷的潜力 那的确 我们看到了这种生命力 生命力似乎 其实也是在这种 爱跟爱的连结当中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看到 这是陈确珍世界的故事 是不是左转 左转 左转队啊 鲜毛跟你们两个搭配吗 时常搭配 他比较做了比较久 从看你那个 完全不会电脑 然后再学到会 然后现在全新投入 他刚来的时候完全不会啊 有有有有 很爽啊 他来的时候很爽 那个 我第一眼见到他 穿一样用的装 在那个 柳柳门里面跳游 要不是他妈妈 一直鼓励他 现在还要做一个 我跳游爱的小女生 干啥故意啊 对啊 我都这样啊 还要背带起来 都很重啊 还好 奇怪 非假日时 陈确珍总是会自己 担任起采访兼 平面照相的功能 今天前往采访的地点 是一所幼稚园 念园长的邀约 慈继人前往宣导环保理念 希望在小小朋友的心中 种下爱护地球的种子 手做好 是 这个是什么 是 而且 他们带动的啊 你就这样子的那个 可以做一个演员 希望师傅找找看 导客品的家在哪里 哦 你看 表现真好 活动进行中 陈确娟和摄影洪高兵师兄 通力合作 访问了园长以及老师 当然还有前来上课的小朋友 对于陈绝娟来说 面对小朋友 还真的是一大考验 在讲课 为什么 是不是没听到 在讲课 在讲课 为什么你讲的比较多 对啊 都是我讲啊 你看看你一直在拉他 为什么 他一直在访问的时候 一直跟那个小朋友 一直进去进去 那我的monitor在那个画面 他就入镜了啊 不是 不知道 你怎么被拉吗 不知道 可是那是习惯动作啊 就常常被拉啊 你看我就很好 他知道你什么 像剪接怎么剪接啊 怎么存档啊 怎么去录啊 我觉得很多技巧方面的啦 就像刚才那个镜头那种 那个采访的时候 常常忘记 不然其实师兄 知道好几次 我不是很好的学生 不好意思 我来了 我来了 前两年吧 我们就是因为 孙孟祝福也没有需要剪接 他就开始学 他从不会电脑 开始学习 那我们就从最基础的 基础剪接班开始教 他很认真 认真在学 是内林师姐 他昨天给的建议 这么多啊 建议这么多 没有啦 没有啦 我们的 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好像很沉重 在讨论 在讨论 天主 事物的地方 好那我们要怎么改 师傅给建议 因为写到很晚了 还是写不晚的 曾经写到天亮 坚持每次一定要起来 因为有时候 如果说已经记录完了 没有马上写的话 可能事情一忙 做到后来就不见了啦 你今天写的重点 会写哪些 我重点会写说 他们就是参加那 幼教研这样延伸下来的 好像一个爱的连笔 这样一直扩散出去 不断学习 肯做实做是陈绝娟进步的关键 除了对写作有一定的热忱之外 支持她继续下去的最大动力 莫过于记录真实人物的人生故事 我们看到绝尖觉得她很有趣啦 那尤其她是很乖啦 像我嘉宾师傅说的很爽的嘛 常常踏腿好 但是呢 因为她这个独特的温柔 她有她细腻的这样的一个观察 所以她的文笔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她有很多独特的细节 那当她把它堆积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哎呀 原来她可以描写的 这么样的一个传神 那这样的一个传神 其实是她 对于人本身的一种关怀 的一种散发 也的确啊 这个绝尖师姐 她事实上也是因为 父亲突然这样的一个过世 那么让她的母亲走入此际 那她因为921 因为感动了 所以呢她也开始行动 走入人文真善美 那么写下了好多动人的故事 那同时呢 也为她自己的生命 留下了十多感动 那我们就来看看 当年她来到 我们智慧人文 节目现场的这个影像 来住在台南的 陈绝尖师姐 那年轻的时候 刚好赶上了这个 文艺青年的时代 是啊 年轻的时候是这样 而且她还写了不少 她年轻时代的作品 其实就很像诗人 她取过笔名 欸 怎么还会想要取笔名 因为离古代好像有段时间了 那时候看 常常看人家报纸啊 取笔名都很私意啊 想说我自己也来取一个好了 对啊 刚好那时候就写这两个名字 这两个字加起来的意思很美 所以就给她取座逸玄这两个字 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逸是下棋那个奇异的意思嘛 玄哦 不知道欸 纯粹喜欢这个名字的意思 就觉得连起来很梦幻 对 很漂亮 诗情画意的一个笔名 是啊 而且听说你以前小说 就很喜欢看很多的这种情节啦 小说啦 她会拿零用钱去到处买小说 是啊 那在我的手上呢 也有这个 我们绝针师姐 年轻时代的笔墨 所留下来的这个诗 真的非常美 欸 挑一手来念一下 那我来读人生好了 人生似云飘不定 相聚分散乃尝试 莫为此情憔悴 人生终须亦别离 欸 其实这个 年轻时代的这些笔墨 你自己现在回头再看 你有什么感受 现在回头再看 我会觉得说 当时怎么会那么多的丑啊 哈哈哈哈 就为自己自己想说 对 想说丑 真的 寫的东西好像都是丑啊 那个分离啊 什么之类的 去描写情境去渲染 好像中学时代就很喜欢了 对 这是国中时代写的 国中 其实文笔还不错啊 对啊 还有分不同的季节 所留下来的这些文笔啊 对 其实啊 我们在看这个过程呢 虽然现在看起来 年轻的时候很丑 但是还好 你那时候留下记录 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欣赏一下 对啊 那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您自己 现在是人文真善美 也记录很多感动人的故事嘛 是 那今天从来到现在 你觉得说 真善美的这条路 你会不会 那还是买的 我相信答案一定是这样嘛 那没力的时候该怎么办 没力的时候 没力的时候 就看一看上门的吧 是啊 然后其实我们 大家同时 我们彼此之间 会互相鼓励啦 就是上门的开始 看到哪一段话 分享一下说 他说我们要好好加油 今天就感恩绝娟师姐来到现场 感恩你 感恩 这有时候回去看看 过去的这个影像 然后发现 你看我们连椅子都不一样了 那当然 当年绝娟还坐在那个地方 他可以活泼 很生动的跟我们对谈 那聊一聊他自己的这个成长 还有他为何要付出来做人文 那但是 其实回头想想 真的有些时候 无常来临的时候 我们真的还是不晓得 是明天先到 还是无常先来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 如果能够把握当下 及时去付出 我想那个大概是 我们 呃现在目前 唯一能够做的事情了 嗯 也的确啦 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大家真的是可以把握时间了 因为上来说时间 还有无常都是抵挡不住的嘛 那所以呢 绝娟师姐她也希望就是说 有更多人 一起来加入人文真善美 为此际留下更多的这个景葬 那我们也真的是非常感恩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介绍 这位人文真善美 是宜兰地区相当资深的 这个杨忠喜师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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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月27号 83岁的林阿虾阿嬷 不受民间习俗 白法人不送黑法人的约束 一路陪伴儿子杨忠喜的大体 从台北回到花莲慈悸大学 杨忠喜生前在宜兰经营陆财行 常年护持慈悸 早在二十多年前 就因为妹妹和妈妈的姻缘 受证为委员 上文讲的一句话 我想这个是我加入慈悸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 就是说 公修公顿 婆修婆顿 自己吃 自己饱 这句话给我很大的一个震撼 热衷做慈悸的杨忠喜 多次参与国际赈灾 位在中亚的雅塞拜然 都有他爱的足迹 而他也是一位影视志工 早期人文真善美还没成立 他就购买摄影机 记录宜兰地区的慈悸人慈悸士 有阴言你才做得好 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 帮他拍出他们生命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呈现他们人文的那种气质出来 我想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鼓励 只是这条菩萨道 对杨忠喜来说似乎太短症 2008年他罹患了全球仅有五千多个病症的 多发性骨髓癌 和病魔奋战了三年多后 却因为这个病引发脑中风往生 享年六十一岁 经过淬炼的生命 他看淡生死 在佛号声和祝福声中圆满大体捐赠的夙愿 感念这一份现身医学教育的风范 花莲慈愿医师和几位志工 在大体启用前 特地前往宜兰杨师兄的家里拜访 能够发挥他最后的一些功用 所以都是觉得很支持的 杨师兄留下了典范 儿子也发愿要延续爸爸的慈记录 而目前常住在静思经社 杨忠喜的老母亲林阿虾 也决定把丧子之痛 转为一份祝福 你快去我快去 你快去我快去 你快去我快去我快去 杨忠喜你也是愿意 你快去我快去 妈妈有一定愿意 我怕别人都会做这个 这也是所有亲友及法亲们的期盼 希望杨忠喜再回慈祭世界 继续谱写出美善的生命篇章 其实我们看到那每个画面 我刚才杨忠喜 那也感到苏辈了 在那个整个慈善医疗教育人文 这些身影里面 我们看到他都没有缺席 那尤其最令人动容的是 这个阿虾世故 阿黑世故 对啊 所以看到儿子 那这样的一个无常 这样的一个意外 那但是还是依然坚持做刺激 那我们也在这个去年的时候 今年的这个新春团拜的时候 那也呃呃呈呈呈呈呈呃 呈呃呈呈呃呈呈呈呃 呃都是在做慈祭 那从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们能发现说 到无常来的时候 如果能够心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定见 那知道自己在做的是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让生命更加的坚韧 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家庭都是慈祭人 都能够为人间来付出 那样的一个感觉是 让我们觉得是非常非常佩服的 的确我们看到是代代相传的 不只是承袭了母亲阿黑苏高的这样的一份善 还有这样的一份素福业 以及这个宽容心 那么在杨总喜师兄的生命里头 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典范 也都在来见 杨总喜其实已并蒙不动 他也很想为这一生中 留得更长 做得更多 但是无奈呀 你就快去 然后赶快再来 持继走菩萨道 这持继菩萨很快哦 这对是无可不得对得到 他投入持继 不只是一个人 全家都是菩萨行啊 这真是一个持继家庭典范啊 他本人也是了为善尽孝 是一个人生的典范嘛 上人讲了一句话 就是说 不为祖祭救安路 丹丸众生毕丽靠 我想这样的一个话 让我们更感受到说 我们今天进入慈祭世界 我们要写的是菩萨的风幻 菩萨的精神 那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 就是安住这样菩萨的那种 大慈悲心跟艳力 这样在菩萨道上还不会有退转 我想不会在慈祭菩萨道上 是因为有一个分面的方向 他投入持继 已经二十年了 在伊朗呢 待人待死啊 那样的合合复血啊 自然化着到来时 他也化为五里梁书 回来喽 他真的很不惜 不过呢 也为他祝福啊 快去啦 应该是快回来 非常为他祝福 我们看到影片上面的这个日记 上面写的是2011年嘛 是年初的时候 那在这一年的时候 其实慈祭有推动这个水灿的精脏演绎 那所以就在这个杨忠喜师兄 他这个往生之后 他的师姐也是慈祭人 游世家师姐 那就是毅然的 就是放下了伤痛 那也投入到这个水灿精脏的演绎 那我们知道说 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画面 师兄 他本来也要入精脏 但是师姐就代替了师兄 一起一个人 带着两个人一起入精脏 那所以这是一个什么过程 其实生死来时谁都挡不住 但是我们选择要怎么样去付出 我觉得那个是我们可以省慈的地方 的确这样的一份一暗人间 其实我们还有一位林荣柱师兄 那这是中区的 那师兄他也是在后来的这个气喘病发作之后 在反反复复里头 那甚至他就是最后的一篇这个魅 就是给师兄师姐 就是说 如果现在身体的状况还可以 是不是还有慈禁人的这个列传 我可以付出一份的这个心力 所以他也写下了 园林最第一颗慈禁种子的这个 这个师姐的故事之后 那么后来往生了 那但是他也留下遗言 希望把他担任人文真善美 所有的器材留在社区 继续来为这人间来写精脏 所以我们看到慈禁人的爱 都是如此的无私与付出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这是在花莲的中秋菊老师 照片里的故事是慈禁人来到安养院 探访陈菊阿嬷 陈菊阿嬷和患有精神疾病的女儿 住在这间堆满杂物的屋子里 慈禁人接到通知 赶来帮阿嬷清扫家里 因为担心阿嬷无法自理生活 慈禁人将阿嬷安置在安养院 这些慈禁人关怀阿嬷的画面 全都透过中秋菊的镜头捕捉下来 而这张照片也被输出成大型的海报 陈设在慈禁司堂的展览馆 民国82年中秋菊受证为慈禁委员 本身从事教师工作的他 受邀加入教师联谊会 负责担任文字记录 以及制作档案 因为制作档案需要活动的照片 中秋菊决定自掏腰包 买一台傻瓜相机帮忙拍照 当时的中秋菊并不知道 自己就这样走入了拍照的生涯 几年下来 中秋菊开始对照相产生兴趣 也开始参与摄影培训的课程 有一回他参与拍摄十座课程 老师带他们前往工地 拍摄工人施工的画面 虽然拍到主要的人物 但其他不相干的背景 也全都入境 经由老师指导正确的构图方式后 中秋菊才找到方法 而这里所说的老师 指的就是从事平面媒体工作 超过三十年的黄文青 一般工业工业是打不死的蟑螂 不是蟑螂是菩萨 认性很高 这个是值得肯定 因为很多地方 人家不做的地方他都会做 从都不会拍照到现在你看 拿专业的摄影照相机 对不对 他真的不错 点了一下 毕竟还是要有经验的人 有高手才点一下 才会知道说这个路边怎么走 除了参与摄影课程 中秋菊也买了许多相关的书籍 以及照相器材 从第一台傻瓜相机 到变成拥有将近十台的专业相机 每一台相机都陪伴着中秋菊 进入花莲地区慈激志工的故事 2007年8月 胜怕台风来袭 慈激基金会的急难救助协调中心成立 中秋菊也没有闲着 他整理好装备赶到协调中心的现场 像这些慈激人为民众准备物资的画面 中秋菊是绝对不会遗漏的 平常我们就是我们志工在做些什么 我们随时随地要把志工们的 真善美足迹记录下来 隔天生怕台风远离 但花莲县新城乡三战村的居民 却因为吸水暴涨 导致全村撤往景美国小活动中心 中秋菊也不畏风雨 带着相机跟着慈激人一同赶往现场 我们都注意一下风大雨大的时候不要出门 要注意这个原则保护自己的安全 那就没关系了 我们该记录的 有时候时间点是非常重要的 慈激人来了带来生活物资以及食物 在中秋菊的镜头下 我们看见了焦虑的灾民 因为慈激人关怀而露出安心的笑容 不只是拍照 担任花莲区人文真善美窗口的中秋菊 除了派办工作以外 人文志工的定期开会 或是每个礼拜三晚间的剪辑培训课程 中秋菊从不缺席 中秋菊虽然已经退休了 但他仍然坚持退而不休 用照片以及影像感动更多人 而加入行善助人的行列 这个讲到秋菊老师 其实我们印象真的很深刻 刚才每一次有台风来的时候 就会有这个花莲区的防灾协调中心 就会在我们办公室的外面 我们就会看到他这个很爽朗的笑声 常常都是 其实你看他是女众吗 还是说他是超人吗 常常要背去背着 那那个相机的本身 他从来都不愿意去等待 他会放下这个自己的其他的杂物 然后就来记录慈激的这个美善 所以过程里面我们觉得秋菊老师 其实一直是我们长相左右 常常给我们这个启发的这个两世意欲 的确秋菊老师的这个爽朗的笑容 那娇小的个子 还有就是他有些满头白发 其实我们真的是印象相当的深刻 但是更重要的是 他陪伴大家这份精神 其实一直在很多我们花莲区的 人文真神的心目当中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 秋菊老师他上 见证台湾生命力至鬼人文单元片段 你说到拿照相机是这样的 他希望我承担他的文书工作 那就因为这样 那当文书的自然就要做档案 要档案必须要有照片 那心理事实在想说 今天要照片 怎么不能叫讲师自己 跳出来拍拍的给人家 不可能的事嘛 那这种情况需要照片 那只有自己下去拍 这样比较快 所以一路拍到现在哦 嗯 退而不休 生活更充实了 生活更充实 因为大家这个 好多好多的事情 可以去做记录 可是在那个慈祭的人 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在做那个记录 其实你付出了很多自己的时间嘛 感激的时间来付出 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这个应该 该怎么说啊 因为说实在 在付出的时候 我常常讲过嘛 付出无所求 所以也没有去想到说 收获什么 我们一个一句话就是 只问根源 不问收获 相片我们常常讲 是武生的历史嘛 但是秋菊老师 现在做的人文工作 就是把他这些历史 统统拍成照片 其实栩栩如生嘛 有些时候我们真的很庆幸说 当年 我们有留下这些影像的 足迹跟记录 那现在有这些话 其实一直在提醒我们 秋菊老师真的讲得好 只问根源 不问收获 所以现在听起来 我想也许百年后听起来 千年后听起来 他还是一句对的真理 那他用生命 来证明了这件事情 那也用他的生命的付出 让我们看到了 耕耘之后 其实必然就会有收获 是 我们都说 哲人日以远典型在素食 那中秋菊老师 虽然他已经过往了 但是呢 你知道吗 他以前教的学生 徐正玉师兄 也是一样 就加入慈祭之后 发现老师也在慈祭 所以呢 也是承担起这 任文真善美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 这份的爱 真的是可以不断不断的 一直在绵延不绝的 那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这是在高雄的 于锦才师兄 高雄庆司堂正在举办 每个月类型信的发放 穿梭在发放活动现场 于锦才师兄 拿起相机片刻也不停歇 一次又一次按下快门 你不用带眼睛吗 我以前是竞速员 现在 脱了手也要是 变中性的 眼力好 动作快 一下子就站上椅子取景 伸手矫健 一点都不像已经70岁的人 这样的精神 也让一同拍摄的伙伴 印象很深刻 很多年纪 这样子的年纪的 他退完休 他可能就是在公园里面 玩象棋啊 做这些 拉一拉招的事情 但是于师兄 将兴趣 转换成他自己的志愿 然后于师兄给我的启发 是要多做多付出 踏着稳健的步伐 到邻近的公园散步 已经成为于锦才 每天必做的一件事 尤其在他生了一场大病后 这项简单的运动习惯 更是不能停止 那就是一片空白 我怎么就这样 不过当这一段 我就在那个 外国的主任 我告诉他 你要快去哪里 快去安排 总的好事 不要再一个 好有意义烦 要快去家庭 做出一个 当医生告诉他 肝脏确定有 癌细胞 这个结果 让于锦才感到错个不已 但是 这并没有 击倒于锦才师兄 因为这并不是 他人生里 所遇到的 第一个无常 在于锦才二十岁的那一年 父母在嘉义市 经营的百货行 遭到大火肆虐 父亲毕生的心血 付之一炬 最后还得卖掉土地 才能偿还债务 历经重大打击 再加上长年的劳碌 父亲甚至隐喊而终 这是我们父母 比较伤心 我们这个兄弟 也是有爱的 还有一些 货款 货款 要送人 处理这个料 就要给他们探钱了 三十二岁的时候 于锦才和太太相识 结婚后搬到高雄 有着一份稳定的工作 就在于锦才退休之前 他和太太透过介绍 转转认识策计委员 徐慧荣师姐 在徐慧荣师姐 不断鼓励下 她和太太 开始参加刺激活动 她和她说 想想想想 你当时要出来做主席了 这样啦 然后 就这样 我一样 突然是都爱把她搬搬搬搬 我就是 她 有 那一句 也说 消费剧 探不到 出来探公共贴剧 那又是 我 在 阿贵 我家 那时候 真的说 人生无障 如果有聽鄉人的愛在那裡開始 我們要讓人的生命有限 負面無限 我們要出來做 靜思宇有提到 人生不一定求求都是好求 但是有歷練的強打者 隨時都可以揮棒 面對一連串無常 俞錦才總是樂觀面對 因為每次的逆境 都轉化成俞錦才在向前的一股助力 希望將會有四股助力 希望將會有四股助力 既然會有三股助力 越來越多 我希望將會有四股助力 為何會有四股助力 写图说 教图说 教照片 这样的工作是与警才师兄 在每次拍完活动照片后 必须完成的事情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从不间断 他之所以退而不休 把握分秒 是因为在心里有一份坚持 中国厅是一个主持的庆祝 说我们要用于承担 我们要让我们的工作 要做得好 看到这个警察师伯他的风范跟生意 那你当时看嘛 那这个享年76岁 那其实看到他76岁就觉得 在我们人文真善美里面 我们真的访问过很多白发苍苍 而且都是已经70岁以上的 这样的有年纪的人文真善美 但相对的我们得到的是 在他们这么有风范的这种德恨之下 我们就感受到他们不断的在 告诉我们一件事 就是非常非常的缩小自己 那他们觉得在人生的这个阶段 其实能够付出 那就是一种幸福 所以我们看到说 虽然说七早归毁 但是一相机带给来 不输年轻人 那有时间他就一定会全力的来支援 那当然也不只做人文 其实景台师伯他的这个慈善也做得很好 他说古典武器 我们古典的禁止堂嘛 那这些也是大家的这个 很好的这个好爸爸 那就是因为一个无常的来临 但是重要的是 他的典范一直在我们的心里 的确了 这个景台师伯 其实他也是70几岁才开始培训人文真善美 但是呢 我觉得他留下一句很经典的话 他说 李星华大家的年轻人 能够看到自己的白发 其实这已经是一种幸福了 那他对于说拍照这件事情 如果在一般就是获奖了 那种欢喜只是一时的 但是留我们的人文记录呢 他说这是非常的有意义的 所以一般拍照 我们到底要留下些什么呢 我想能够为这个时代做见证 为人类留历史 的确也是给人文真善美 最好的这样的一个说明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 景台师伯来上我们 《智为人文》的片段 我听到自己说 关门的时候 那时好像脑筋一片空白 那时候的心情是怎么转面的 我跟余生说 这你竟然安排 我去岛 我说是竟然可以去岛 出院 竟然又出来做出院 听他说 你好像住院7天就出院了 刚才这样子手术这么快 是什么信念 支持你这么快要健康粉 这说起来是 我还是可以说 我可以出全数 加专售 因为我们吃全数 而且是柏宁其实已经72了 想到要去勇于承担 你是看到什么样的缘缘 所以你想要把陈南起来 因为 我感觉我帖子之后 之后 无所事事的时候 也是真好聊 那我就说 我很 很期望说 拜日到了 我拜日到了 像明天的拜日 我可以 我的相机要拿去的东西 我都已经 整整整了 都要看好了 比方说 我们看来师伯 你每次 去那 很感动人的照片 有的人 看一看 很感动 就停留在那里 但是 教材四伯都有很详细的图书 全部都是师伯的字迹 那这个自己写的就是 很整齐 很工整 像这第一张相片 到第四张相片 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第五张到第十张 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哇 这个很不简单 这在精髓时间内 所以都写到三集报名 很不简单 可能我们写整张 这也不写了 先来写 精髓人会放棄 对啊 师伯怎么没想过 这么麻烦 干脆算了 来做八行 对 师伯你会看 好 啊 因为我说这个 那 有方 生丹的工作 就要做得好 啦 不可以说 那 青青菜菜 麻麻糊 这样搞出来 对 不可以交代 我 我最怕 对 我们的 影像主讲 那时候 影像主讲 现在说 人人自散 啊 有一个交代 有一个交代 所以这份 做事情这么丁心 很像原来少年人 爱好事 今天看到的故事 每一位都是我们的这个 心目中 很至高无上的典范 那像 警察师伯 其实他就是 九二一某有参加 然后高雄这个 七二雪栽 其实他也都是有 跟着我们 仁医会到这个 偏远的地方去议诊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会发现 人工真相美 他们的足迹 几乎无所不在 那他们无所不在的 这些足迹 却成了每一个人间 美善最动人的 一个记录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 林明皇师兄 一直到这个 警察师伯 这样今天的 这样十段故事 我们发现真的 林明皇师兄 说的 虽然说很草根 但是其实生命 我们就是活着 那既然活着 时间一直在过 那为什么 我们不把握时间 把握当下 能够尽力的去付出呢 也的确 透过我们今天的 这个节目 我们看到好多美好的 这些回忆 还有这些精彩的 这个画面了 事实上留给我们的 就是这份的精神 还有这样的一份典范 在我们的心头 的确就像上人所说的 慈祭就是一个 人形的运动场 那我们也相信 他们又继续回到 这个人间菩萨道了 那当然了 这个慈祭的人文真相美 慈祭美声的故事 还有更多 那当然就需要更多的人文真相美 一起来投入 共同来付出了 讲到更多的人文真相美 其实今年也刚好是 我们人文真相美 从2003年大规模培训起 总共算算圆满十年了 那所以接下来的几个礼拜 我们将陆续的推出 这个人文真相美 大规模培训之后 圆满十年 那我们透过溯源 那去告诉大家 跟大家分享一下 人文真相美里面 这些文字照片影像 他们从以前克南时代 到现在全球化的 一个重要的足迹 那今天的节目 很谢谢大家的收看 感恩 感谢观看 受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